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北京 我当然要去中国中医科学园看看 这里孕育了不少中医药的学者和专家 是中医药界的殿堂级学院 而里面还有中国医史博物馆 是很出名的 这里是中国医史博物馆 是在1982年建馆的 这里所展出的都是很重要的医药文物 由原始社会开始 直到近百多年的都友 有六百多件是很珍贵的 除了重要文物之外 还有其他丰富的医药文物 如著名的医学图书 预製稿本 书画托片 陶瓷玉器 有三千多件 展现了中国医药学的起源 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这是一个专业国家 它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 展示了我们中医药的发展脉络 从早期医药的起源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先秦 然后是秦汉时期 尤其是在秦汉时期 中医药的这个理论的形成 一些主要的重要的医学人物 还有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 再往下呢 就是到了魏晋南北朝 到了唐代 到了宋代 完了明代 清代 清代 以及民国 还有这个 其间代的一块 都是用医药的文物 用食物 来 来实证了这个宗医药发展的一个 特别维大 特别辉煌的一个历史 和胡教授聊天 令我更明白中医药的发展 在远古时代 中华民族的祖先 就发现了 原来有一些动植物 是可以医治病痛的 于是就慢慢累积了药用的知识 接着他们就开始有目的地 去寻找医病的方法和药物 所谓神龙常伯草 药食同源 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关于中医药最早的文字记载 是《皇帝内经》 这本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著作 大约在公元前800和公元前200年间写成 《皇帝内经》深入总结 和系统化了医学治疗和理论 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主要基础 东汉时期还有著名的中医师华佗 他发明了手术使用的麻醉剂 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解剖学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剂的人 超前了西方大约1600至1700年 到了唐朝 最出名的医师就有孙思莫 他不单只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中医学 他还提出了大医精神 体现了中医对医道心怀致承 和言行承紧的态度 大家记住订阅、点赞 和分享我们的超艺理想频道 记得要给我们一个like 而且也订阅我们的